范冰冰被侵犯肖像权的商家反诉,理由奇葩,让她带身份证来对比! 。 如今大多数家庭都有电视,或者就可以说大多数人都知道范冰冰。 不仅仅因为她以前是知名一线女星演过很多收视率颇高票房颇高的影视剧,而且前段时间不较巨额税款的消息也被电视和媒体广泛报道,因此她的知名度可谓家喻户晓。 如今的范冰冰比以前低调了很多,不再公开抛头露面,颇有转为幕后老板的架势。 12月12日,有网友发现侵犯范冰冰肖像权案件结果多达99条。 从12月2日到10日的无企一审审结案件中,无企案件赔偿总数240万,平均一起48万,如果按照这样的平均数计算,99起侵犯肖像权的案件可能获赔4700余万。 有网友感慨,范冰冰赚钱也太容易了。这脸蛋也太值钱了。 但是不是每一个被起诉的商家都服气一审结果,有的商家甚至向范冰冰提起了反诉,而且反诉理由听起来貌似很合理,怎么证明照片适用的肖像是范冰冰。 让范冰冰本人来比较一下,看是不是她本人。 让范冰冰带身份证来,看是不是和身份证照片一样。 这反诉理由听上去貌似有点合理,但仔细也想相当奇葩,这不就是证明自己是自己吗? 就算整容了,以前的照片也是自己的肖像,商家关于范冰冰本人带身份证的要求让人哭笑不得。 该商家还把锅甩给百度,称使用的照片肖像是通过百度搜到的,真的让人一笑大方。 其实不必范冰冰亲自到现场应诉,明星的肖像权在媒体、电视、网络均有体现,法庭会据此作出公正判决。 当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看使用明星肖像权的一方,是否以盈利为目的。 二审法官也驳回了该商家的奇葩反诉维持原判。 生活如戏,全靠演技,生活如花,太多奇葩。